大家好,刚刚获得的消息 朝鲜警备艇越界南下韩国 遭韩国军警射击警告 朝鲜半岛3月8日上午 朝鲜巡逻艇追赶该国一艘逃往韩国的船只 一度越过北方界线 经韩国海军快艇射击市井后返回几方海域 这是韩联社最新的消息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日表示 当地时间上午9点30分 该国军方在西部海域距离白令岛约10公里处 发现一艘朝鲜船只越界逃往韩国 其后追赶的朝鲜巡逻艇同样越界 这是朝鲜警备艇自18年以来 首次越过北方界线进入韩国海域 报道指出 韩国海军舰撞立即向朝鲜军艇实施市井射击 后者经警告后折返朝鲜海域 并未酿成进一步冲突 韩军随后将出逃的朝鲜船只拖至白领导 正在与有关部门进行联合调查 现在我了解的越境朝鲜的船只 有七人再有七人 有六人身穿军装 有一人身穿便装 船上没有武器 朝鲜军方现在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回应 那这六人集体叛逃 这也是朝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叛逃 那大家知道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欧洲进行战争 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巨变 这个普京已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 那未来整个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呢 都会随着这块多米诺骨牌的倒下 会有连锁反应 之前不讲吗 这个南美洲一个蝴蝶煽动翅膀 美国会发生飓风 其实一个道理 地缘政治也是这样 那么现在看呢 欧洲方向这个战争啊 很有可能在东北亚地区 也会形成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变化 包括台湾海峡 台海 包括朝鲜半岛 我之前说过啊 这个乌克兰战争大概可以看啊 有大量的难民 上百万难民涌入了周边国家 现在是波兰 涌入大量的上百万难民 那如果朝鲜半岛发生 发生这个战争 大量的朝鲜难民也会涌入中国东北啊 还有俄罗斯 那中国东北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啊 东北现在老弱病残 有能力的都离开东北了 东北的经济也不好 那根本无法支撑啊 大量的朝鲜难民进入 如果朝鲜大量难民进入东北地区 那改变民族结构 改变当地的这个 人口结构 那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我说啊 这个东北亚地区呢 很有可能在这个欧洲爆发冲突以后啊 也会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紧张 这个我给台湾人也解释一下 不是说中国要改变台海现状 因为世界的局势呢 它是一个整体 整体的稳定 但整体稳定啊 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变化 其他地方就会出现不稳定 就随整体变化呢 出现不稳定 那就要调整 这种调整呢 很有可能就是以战争形态 以新的冲突形态 那这种调整呢 很有可能 中国就武统了台湾 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随后呢 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所以说现在不能排除 未来朝鲜半岛 还有中国台海 会发生新的战争 这就是我说的 你要看整个世界 整体的地缘政治变化 通过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的 这次战争 你可以看到 整个世界正在 发生一场巨变 这就是之前讲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所以我说台湾人也好 包括中国人也好 要准备迎来东北亚地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